这个好香 这个好好看哦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回归个罗本行 就是做一期那个面包大推荐 在此之前呢 我要先讲一下我这个下睫毛怎么画的 原来我真的是身经素质啊 我到底是哪一个分区的呀 首先我这个就是先就是刷了一下下睫毛 就这么多 然后咱们在不贴假的下睫毛的情况下 给它画出一个假的下睫毛 这边我就是浅化了一点 它就是什么 你们画这种交叉的这种 哎 你们懂吧 这根往左撇 下一根就往右撇 然后就成一个夹角 有个锐角在这个地方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也不会有人扒着你看的 除非你对象看 你们要实在不会画这种锐角的 画这种单根的也可以 就这样单根单根单根的 你们就给它画一画 不要画那么粗 这有下睫毛的人了 然后我的唇又啊 天哪 每一次都有人问 但是真的有时候记不到 我到底用哪一个 现在都是抓小孩了 我抓了哪个我就用哪一个 校色的这一只 它这一只就这个颜色 好了好了 咱们开始进入正题 第一个是这个提拉米苏这种面包片 对 它说是提拉米苏的 漂亮啊 你们看这个颜色 我闻上去就面包的香味还是挺好的 是好吃的 但是和提拉米苏有什么关系吗 面包是好吃的 就和外面那个烘焙房里面大差不差 甜度的话还好 主要是它做的不是很粗糙 也没有很干硬 所以我觉得还挺ok的 可以了 对了 还有蛮多人说喜欢听我唠嗑的 我最近人说到蛮多那种比较emo的 然后情绪比较down的那种私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最近都压力比较大 其实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也有很多时候心情不好 晚上容易emo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翻翻我的私信 翻我的评论 看一些夸我的 赞美我的 让我开心的 好啦 就是不要老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下一个这个是有一个好人给我推荐的这个 籽子的鼠玉米笔 哦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他跟我说 处理不好高中还是大学的这个宿舍关系 还是同学关系 哇 这个好香哦 怎么捞股薯片的味道了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第一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自己哪些地方处理不妥 对吧 这个咱们得认真说 如果就是咱们在这个三观上面是一致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觉得就是有处理不好的话那就看起来别处理了 很香啊闻起来 为什么啊 怎么这么香啊 因为有的时候就这种关系 并不是让你自己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实现的 这种情况就算了吧 就一切随缘吧 就不要跟自己较劲 没人认识是很甜甜的 挺好吃的 以前就是总是喜欢给自己懒活 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啊 自己有问题 需要改进一下 如果改进的话就能处理的更好一点 完全没有必要 不要太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过不去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有的人命里就不是你的朋友 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要好吃 真的 这个冰爆的咖啡饺 我一直都很想测这个冰爆的 咱们去把它加热一下 看它会不会泡出来 瞳瞳放大对我太可怕了 就这样很浓哎 很稠 然后这个一打热以后 这个酥皮就更香了 怎么办 我要做出个抉择 到底是头里好吃还是冰斗好吃 要是空气炸锅的话 它会变脆呀 海苔肉松 吐司面包 太硬了 人去把它打热了 看看 上面肉松和沙拉的部分还是挺好的 依旧没有超过我心中的No.1 就是便利丰的这个 盐烧礼貌 吐司面包 这个好好看哦 这个还行 就是粘粘实实的 像这种浓稠的酱 冰爆 未来可期啊 我准备做一个冰爆全品类的大测评 跟桃里那一期一样 这个多非酱 除了巧克力头味 还有这个香芋味的 香芋味道并不是很明显 整体就是那种奶甜奶甜的 我不在哪里 这香芋味有点重 它如果这个起酥皮的还是很香的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煸饺料 这样寄过来的 我还以为何在有那种包包袋呢 就是这个土色便便 我记得没错的话 买一大袋 送一大袋 反正就是很便宜 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烤成面包条 最脆的会更好吃一点 那不是边边吃起来 还带着那种糊糊的香味 然后这个大圆圆的面包也是有个人推荐的 听说你们家是豆沙 这个真的是那种老式菜市场里的那种油面包 馅有点少 哇 这香味真的是巨童年 我觉得这么吃缺点味 所以我还是去空气炸锅了一下 各位有空气炸锅千万不要嫌麻烦 一定要用一下 但是好吃了很多 这豆沙就变成那种泥状了 不像刚刚这个就是干干瓁瓁在里面 推荐推荐 给大家保一下儿肤 巧克力的一个欧包 蓝莓巧克力馅的 我加热一下 哇 这里面有点东西 看 挺好看的 好吃的 这个我们太巧 它这毛鸡没有那种特别酸涩的感觉 还是挺有韧劲的你们看 这可以试一试 紫米肉松三明治 他们家应该是我朋友的 因为他们家其他一个肉松面包 我是经常回购的 我觉得算是PDD里面质量算不高的 中间是分开来的 这层就是肉松和一点沙拉酱 不行了 它自己烧一点加深 它可以接受 因为加肉嘛 还有一点甜甜香香的 沙拉酱的话整体是不多的 又没有结尾了 宝贝们晚安 然后再试一遍 再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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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一遍